好,那我們現在來解這個map 這個函數,這個其實是非常常見的函式庫 所以這種功能很好用 就是你把一個陣列的內容整個映射 透過這個函數映射到函數值上面 那怎麼做呢? 我們當然必須要寫一個map函數 但是它的第一個參數是函數 第二個參數是一個陣列 我就用a,a代表陣列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說把這個陣列的每一個詞都映射到另外一個詞 最後傳回的東西是什麼呢? 最後傳回的東西還是一個陣列 所以我們要先把,譬如說最後的陣列叫做r 先射成一個空的 然後for 用for 任何一個都可以 for i等0,i小1,i++ 或者是for,用for的each,in for什麼,in什麼,那個都可以 那我現在就用for var 譬如說 n 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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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代表說 它是從a陣列裡面取出一個值 就下一個值 那這樣子我 我得到的那個值是什麼 a i a 不是a i 就是s s 那這個值呢 我希望把它映射到另外一個值 所以我就呼叫 呼叫fs ma ok 那這個會不會太小 大一點 這樣大一點 好 把fs值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幹嘛呢 把它丟到陣列裡面 那你可以用r.push push的話 push的話 push的話是往 往後推吧 應該是 那所以如果是往後推就對了 往前推的話就會反 那我們先試試看 應該是往後推 好 那這樣子就 寫完這一個函數了 接下來你就要測試 測試 那我就 測試什麼呢 測試 剛剛的那個測試範例 我說 嗯 map 然後呢 欸 範例是什麼 149 ok 等於這個 然後呢 我就呼叫map 然後呢 喔對 函數 函數 函數是sqrt 喔 那這裡 到底有沒有sqrt這個函數呢 呃 我不是很確定 所以這時候 你會把所有函式庫背下來嗎 不會啊 那你怎麼辦 就去查 那 所以呢 我們就 先查一下 先查一下 一般 一般來講要用google查都查得到啦 那如果你 查不到 你再更精確一點的 譬如說查node 或查javascript的API 那就會查到 那我現在要查的是sqrt 那 javascript的sqrt method 它是在mass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我們就要 就要前面加mass 所以是mass 然後呢 傳進去149 這個出來呢 很可能不完全會是整數喔 不過也有可能是整數 我們試試看 那我就把它存起來 那這個東西就存在 我就存在桌面 ccc底下的 ccc底下的 好 叫js 好 我存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執行一下 檔名沒有改 嗯 檔名沒有改 檔名沒有改 我是不是沒存到 喔 我存成txt 好 重存一下 檔名沒有改 忘記 那就叫map.js 好 map.js 好 那就 開始 試試看 那首先我要先切到那個 資料夾 那這個動作 各位 很多人 還是會忘記喔 那所以 ycd desktop 然後呢 桌面 目前的資料夾 我們放在ccc底下 下面有一個 js 裡面就只有這一個檔案 喔 有兩個 一個是剛剛存的那個 忘記改檔名的 那現在我就用node map.js 或map就可以 那你說 喔 undefine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是undefine 很簡單喔 因為沒有return 那你把 r沒有return回來 他不知道你 傳回的是什麼 你沒有傳回 他就undefine 那現在是這樣 01 1.414 等一下 9為什麼會變成1.414 sqrt 看一下 r.wish 01 為什麼會是0 再看一下 149 喔 知道了 來 這裡有一個關鍵 你想 javascript有個奇怪的地方喔 這裡要小心 這裡很容易犯bug 什麼事呢 你想看到01.414 就知道其實他是找012的平方根 為什麼他會找012的平方根呢 你看 這裡我取出來的s 我們都會常常 我也會犯這種錯誤 就是 我誤以為他就是a裡面的那個內容了 事實上不是 他是鎖影子 也就是說他 他這個取出來只是012 我 我真的要 取出內容還是要寫as 所以這裡用s不好喔 因為這樣會誤會 用i ai 這才是那一個 那一個值 ok 所以 有時候我們寫程式 常常需要debug 而且幾乎每個程式都要debug 我也是 123 就出來 那所以 記得 剛剛我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 忘記傳回 第二個 把水影池當成內容 丟進去 所以現在我們就 這樣子 就做完 好 那這樣 你寫程式大概也是 類似像 一開始寫程式大概是類似像我這種方式喔 那寫大專案之後 你就會開始 更複雜 有很多支檔案 很多資料夾 很多 各式各樣的 還要駕站 還要幹嘛的 就會來複雜 那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目前還是單一檔案的做法 那這是剛剛的那一個 有同學問到的範例喔 就是 這題map 那你要做這個filter 其實就是 也很簡單啦 就是把其中一個砍掉而已喔 那另外 就是把其中一些不符合的砍掉 那微分積分 這個我們其實範例都有 那遞回這些 另外 我們考的比較多的還有一個是 陣列對不對 陣列 那這陣列是一維的 一維的對各位來講 我預期是相對簡單啦 就是說 我們要取平均值 那就把它全部加起來 算總和之後再除以那個長度就好 那我們要取標準差 其實就不是把平方總和 平方差 平方跟平均值的差 然後呢 平 欸就是 那個數值跟平均值的差的平方 加起來 然後 再除以N 就 就會得到標準差 那這個東西在機率統計上面很有用喔 標準差 平均值啊 這些都是這樣的 然後 做因素分解這題應該比較難一點點對不對 還好喔 那如果你可以這樣嘛 你也可以 可以一直做 但是另外一個辦法是你從 1到N 2到N 一直去 如果有因素就把它拿出來 那這也是一個辦法 可是這樣不完全會做到因素分解 變成你要做完一次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最後做到 它已經變成1了 那就 就沒得做就停了 OK 那這也是一個辦法 那這裡還有一些 各位可能會覺得比較難的 像轉字 轉字其實應該算簡單 就是 欸不過它有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維度不一樣 所以你要想清楚 到底它的維度應該 誰變誰誰變誰 想清楚之後 這裡就簡單了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 矩正相加 矩正相加 矩正相加這個其實 相對簡單喔 比起轉字而言 可能還要更簡單 因為 就是每一個都加 加起來 那矩正相減 那每一個都相減 這個簡單 矩正相成比較麻煩 對不對 它要三成回圈才做得到 所以這個矩正相成 有沒有人這題不會 有喔 那我們就再寫一個矩正相成 我先寫一個矩正相加 然後再寫一個矩正相成 這裡有幾個伴例喔 我先把它變成註解 然後呢 這裡相加的部分 相加相成真的很有用啦 取負值都很有用 好 那我先做一個相交 我再做一個相成 那我現在就是 叫matrix.js 然後一樣存在剛剛的那個 桌面的js底下 set ok 已經matrix.js ok 這時候我們先寫一個相加 好 那兩個正列相加嘛 所以 一個叫A一個叫B 好 然後呢 怎麼做 嗯 它是二維的 必須要注意這是二維正列 那所以呢 我們 也必須要傳回一個二維正列 那所以我現在先宣告一個二維正列 一樣叫做R好了 其實二維正列在javascript裡面 就是一維正列的正列 一維正列的正列 一維正列裡面每一個元素都還是一個正列 這就是二維 那如果你想宣告三維正列怎麼辦 一樣還是這樣宣告 但是它一維正列裡面每一個都放一個二維正列 那就變三維 ok 所以 幾維都可以 那你想四維的話 一維正列裡面每個都放一個三維正列 那就是四維 ok 好 那現在我要 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就for 這裡 i 一般來講 所以詞第一個我們會用i 第二個會用j 第三個會用k 這只是一種不成文的習慣 好 那 i 小於 多少呢 小於 a 點 lens 這是a的正列的大小 好 那 i 加加 這是我們 for回圈 很常寫的一個寫法 接下來 for z 等於 0 z 小於 這時候 a 點lens嗎 不對喔 應該要用 a i 點lens 為什麼是 ai 你看喔 我剛剛 在看 i點lens的時候是指這個 雖然它現在都是2 那你看這個有兩個元素 對不對 這個是a點lens 接下來呢 我要看這個有幾個元素的時候 是a0點lens a0點lens 所以 這裡是 a i點lens 因為 i下來是0 ok 那這樣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加 不一定是方正啊 矩正啊 甚至是 完全 個數不一樣的那種正列可以加 好 好 那 這樣子我們就 差不多完成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寫 ri i 然後呢 j 這裡有個問題喔 就是 我應該初始化一下 我在ri 這個地方 先讓它也變成一個正列 否則它不是正列 我隨便塞一個東西進去就錯了 所以我在 di一個正列 我要先把它 建出來 在交換器裡面 建出來的方法就是 讓它設定成一個空正列 就好了 好 那就這樣子 ri j等於什麼 a i j 加上 b i j 好 那這樣就寫完了 寫完了 return 好 就完了 好 所以現在我console.log 就印出來 印出來 印出來怎麼呢 add ab 然後 等於 ab是什麼 我就不寫了啦 因為 太長 那最後呢 就是 就是 add 然後 這裡 第一個是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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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ADT1234跟另外一個誰相加? 1 OK這個前面多加一個括號才是二維 那最後要對齊 OK 這樣子做相加加完之後印出來 存一下 然後呢 列一下看看 Matrix在了 2345沒有錯吧 1234加1就是2345 所以沒有錯 那你這一個例子 算是 也不能算太簡單啦 因為他是二維 因為他是二維 有人可能想不到這一行應該這樣行 有人可能想不到要先設一個陣列 各位這個都是經驗啦 二維陣列你會用之後 你之後就一定會想到 現在問你可能再不會用二維陣列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再看第二個怎麼寫 乘法 乘法 乘 好那就MUL MUL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呢 因為矩陣的乘法MUL到底是指 矩陣乘法 還是指每個元素相乘 OK 那如果每個元素相乘的話 那乘是只要把這個加改成乘就好 就變得非常簡單 但是如果是 不是每個元素相乘 而是 像以這個例子而言 他不是每個元素相乘 如果每個元素相乘 應該第一個是E 但是他不是對不對 這是指矩陣相乘 矩陣乘法的話呢 他就不是每個元素相乘 他就不是每個元素相乘 他是這樣子 他 要怎麼說咧 他是這一排 這一排 然後呢 乘以這邊的垂直的 這邊的垂直的是 這個 和這個 那這個是 你線性代數裡面會寫到 如果你忘記了 把線性代數拿來翻 所以 基本上這個程式有點 比較 比較 不好想一點 因為他 其實 沒有像加法這麼直接 他每個元素都是一整排的相乘 那一整排的相乘 又得再加個回圈 才做得到 所以 一樣 我們一樣 I等於0 其實這個 就先複製過來好了 有 有時候 就是這樣 你寫 審程式寫多0 我發現我後來都沒有在寫程式 都是在 簡簡貼貼 然後就做完 那這是正常的 因為 因為 這就是你累積的 函視庫 只是 使用函視庫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 我呼叫他 另外一種是我把原本的程式剪貼出來 呼叫他這種叫做黑箱呼叫 剪貼這種方式叫白箱使用 就是 直接把他裡面通通都攤開來 把那個機械元件拿出來重用 這 什麼意思就是 就像你如果今天 你是一個Maker 就是 Maker就是 現在很流行 那個動手做的那種 自己做電器 有沒有 那 你怎麼做 我發現 很多Maker其實他不是去買零件來做 現有的材料 對 那現有的材料從哪來 就是 家裡的廢電器 所以一堆Maker就是 到處去 人家那個 垃圾場 給人家撿 然後 撿一大堆零件回來 做出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 這個 這個其實 蠻 我覺得蠻有用的 因為 我們現在離那個工廠都太遠 距離工廠 你根本 一般 搞不清楚工廠到底是做什麼 那 Maker這種 東西就是 讓你把工廠帶回家 OK 那 開始 讓自己跟工業可以 接得上 那 你念資工系 其實你必須要讓自己跟工業接得上 畢竟我們是工學院 如果 資工系 不會寫成4 資工系 不懂得控制機器 那就有點不像資工系 好 那我們 回過頭來 這個 剛剛那個白箱 直接把它拉出來之後 我們就省了打很多次 那 省打很多次 接下來可以幹嘛 接下來 我就要 做城把 那城把這裡就有一個 問題 因為 我現在是 A 這一列 我要乘B的這一排 OK 那 這個習慣的 我是這樣子 寫法 不一定 因為 一個城市有很多種寫法 我在這裡插一個 K K等於0 K K 小於 AI 這個 K 可以 K K 這個 U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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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almost 喔不對喔,這樣子寫還是怪怪的,還是ijk好了 這樣子會覺得腦袋打結 所以當你腦袋打結的時候 你要想清楚之後再來寫 那這裡有個問題,到底 A和B相乘之後會是幾圍的 假設A是2乘3好了,B是3乘4 那乘完之後會是幾圍的?是2乘4對不對 所以最後的第二圍這一個應該是B的第二圍 應該是B的第二圍,所以我應該寫BJ才對 OK,因為你要想清楚它到底是幾圍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接下來 OK,這裡應該沒有變 但是到了這裡 這裡要做一個加總的動作 我現在先說 S等於0,這是上 這是加總的動作 它加什麼呢? 它把這一整列乘完的結果通通都加起來 這一整列乘完的結果通通都加起來 這個K 那這裡又來了 那K應該是到哪裡為止 A的D 沒錯,這個寫法是對的 OK,我認為是對的 好,那 AI.lens RIJ等於不是等於,應該是這樣 或者是寫更清楚一點 這裡不是加,這裡變成成 OK OK 然後呢 最後 這個 整列乘完之後 那個加總的結果 應該放到哪裡? 應該放到RIJ 好 那這樣子 稍微看一下 好像OK 試試看 所以 這裡又可以call了 這時候我們改成AB相乘 然後 一樣是1,2,3,4,1,1嗎? 對,沒錯 所以 1,2,3,4,1,1相乘 這裡也要改相乘 矩陣相乘 好 OK 那我們試試看 哇 掛掉了 那你會看到 有錯耶 BJ.lens Lens 不存在 那這裡肯定我們 在BJ的時候 有問題 那這裡 BJ 喔 我相信看 B2 B0的Lens 是多少 等一下 現在他到底到哪裡當掉了 這裡有一個好的地方示範一下 那到底到哪裡當掉了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那所以一個辦法是 這裡其實他訊息應該有 他說在哪裡呢? 在19行 19行 我剛剛這裡多加了一行 這裡這裡當掉了 可是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到了哪一個所影子當掉了 所以 印出來看看 I 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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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等於 I 等於 等於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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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什麼問題嗎? 好 J 小一等於BJ 欸 這裡有個問題耶 J小一等於BJ 怪怪的 J小一等於BJ 這裡肯定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用 用J 用J 不對 不是BJ.S 我看 是B的列數 所以是B.S B的 我看 B 2乘3 然後3乘4 2乘4 會變2乘4 2乘4 2乘4 對 那沒錯 用B0好了 這有點投機喔 對不對 對 因為照理講 如果B是一個矩陣的話 那 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這樣 再試一次 目前看起來 這裡有個問題了 他出來了 可是答案對嗎 2468 2345 不對 3377 所以不太對 看一下 為什麼不太對 我現在B0了 B0了 這個 然後上 這裡 AiJ乘BiJ 這個不對 對不對 是Ai 應該是Ai K乘BK J 想一想 為什麼 因為 我現在IJ 這是一個是A的 一個是B的 的 後一圍 然後呢 這中間才是 一整排 這個 這個 要畫圖 比較好解釋 好 OK 那 這樣子 再一次 3377了 好 所以剛剛 有幾個錯的地方 有一個錯的地方是 是這邊寫了 寫成BJ 寫成BJ 應該是 BJ 還是怪怪的 B0 好了 B0 用那個 每一圍都不一樣的 很難想 哈哈 還是用每一圍都一樣的 用B0比較像 好 OK 這樣子 矩陣的成法也做完了 好 那 接下來 再做一個 這個叫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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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需要改這個 應該是改這個 再做一個 待會我有玄機 我們要來出 我們要來出 作業 請大家來做 一個 阿拔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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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現在有一點玄機 好 這個我叫做CONV 這CONV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所寫錯的那個 把 矩陣成法寫成這樣的那個 好 那我現在就 做一下CONV 那你看一下 他的結果 好 這個叫卷機 最近我才在研究AlphaGo的設計原理 然後就發現 好像有玄機 卷機 卷機 1234乘以1 還是1234 沒錯 那 剛剛那個列印出來 那個就 砍掉了 這邊 不應該印東西 這只是debug用 好 OK 好 那 這個卷機 你覺得怪怪的 對不對 覺得這個卷機 好像 不是很重要 來我們 加點 加點負號 這個負1 負1 負1 好 這樣 那卷出來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變這樣 負1 2 3 負4 這個是1234乘以負1 1負1的結果 那如果乘0呢 我前面沒改 0 1 1 0 看會怎樣 就變 過濾有沒有 就有點像過濾器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這東西就是 AlphaGo裡面 一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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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 叫做卷機 好 那 下一問題來了 這個東西到底要幹嘛 來 稍微解說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寫一個 一個 緊緻遊戲 你會怎麼做 緊緻遊戲 三個圈就贏了 對不對 連成一排就贏了 不管哪邊一排 通通都贏 對不對 那 所以這時候 你可以嘗試用 剛剛的那個函數 做什麼呢 你看喔 如果今天是 對於緊緻遊戲 他要贏 他要得到 什麼東西 來 假如 今天他得到這樣子 他有沒有贏 有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現在不用圈插 我用01 好 那 0呢 代表的是說 那個我不管 OK 01的話呢 就代表說 那一格就是我贊 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這樣 01的話 我就贏了 另外一種 贏的情況是像這樣 如果今天 我這樣的話 我也贏 對不對 好 再來一種情況是 就是這樣 這樣我也贏 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這樣 這樣也贏 好 那 那 我們就可以想啊 這些都叫贏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把這些的分數 萬一我可以占到這些 我就把他分數打得很高 那 我就 我就可以檢查他是不是贏了 但是這個不只可以用來檢查 是不是贏了 因為 假如 你看喔 我今天 這樣一個 政列 我 讓他跟另外一個相成 跟誰相成呢 跟我現在的盤面相成 我現在的盤面可能長什麼樣呢 我可能長這樣 我用 我用這種來代表 那 假如我今天是圈叉叉 然後呢 圈 叉叉 然後 這個 底線代表空白 沒有 好 假如這樣我還沒贏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假如這樣我會得到幾分 這時候你只看X X代表我方的話 那只看X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 所有的圈都改成-1 也就是敵方 敵方嘛 所以我給他負的分數 我方呢 我就給他正分數 我把所有的圈都改成-1 那這樣的結果 其實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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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相當於 這 不知道能不能這樣 複製 好像不行 有人知道那個 對LT 試試看 因為Windows可以這樣複製 這裡好像不行 算了 我要複製方塊 有人知道Mac裡面怎麼複製方塊形狀的嗎 好 好 那 OK 這樣子的話 我們去相乘 這樣 沒辦法複製方塊 我就直接 做上下複製好了 可是我們聽一下那個 超四個圈兩個 對對對對對 這裡有個問題 有人說 差四個圈兩個 這不太公平 好 那我再多改一個圈 對 這不太公平 好像 不可能下成這樣 好 這樣好了 好 這樣比較公平一點 好 好 這樣的話 我現在呢 我不再做這件事情 我只看 我只看我方 我不看敵方 好了 我只看我方 那會變成什麼樣呢 只看我方 變成0 1 0 對不對 那這邊 0 1 那這邊呢 0 0 只要不是我的 通通都0 只要是我的 通通都1 好 那 這時候你就看到 他成完的結果會是什麼 他成完的結果會是 0 0 然後呢 這是卷積 不是那種成 是卷積 然後呢 0 1 對 然後 0 0 0 好 那針對這一個例子而言 我應該給他 在這個樣式上面幾分呢 2 2 2 所以 這個結果 我最後 把他做加總 把他做加總 做加總 那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得到2分 好 得到2分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剛剛是這樣他應該得到幾分 再換一個例子 如果剛剛是這樣他應該得到幾分 這樣應該得到3分 對不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分數給太少 連成一整排才3分 兩個2分 一個1分 萬一我有三個一個的 那不就 比這個還要高嗎 所以這種分數映射法 是 不夠好的 至少在簡直遊戲上面是不對 怎麼樣 對 怎麼樣子映射比較好呢 就換了 把這個東西呢 譬如說 我把它變成是 3的平方 分數變成9分 那這個東西呢 我讓他分數變成3的3次方 那就變成27分 只不過做了一個映射 就是把n變成3的n次方 這樣子我得到的分數 會對簡直遊戲來講 有用的多 那就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算出盤面分數 只要你能夠算出很好的盤面分數 你的棋力就會很強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每一格都算算看 下哪一格得到的盤面分數會最高 那我就下那一格 那你就寫完一個警制遊戲了 接下來你會覺得 警制遊戲太小咖了 根本就 跟阿法夠 差太多了 但是 萬事起頭難嗎 接下來你就可以寫五子棋 五子棋跟這個很像 只差它是5個 不是1個 不是3個 那這時候你寫五子棋 而且它的棋盤比較大 那我的樣式會變成怎麼樣 我的樣式一樣 我的五子棋樣式就變成這樣 剛剛這個是警制遊戲嘛 我現在五子棋就變成這樣 好這個是在算橫的 橫的這種 這種五子棋的排列 ok 那另外我也可以算直的 直的一樣嘛 就把它直過來 另外我可以算斜的 好我把橫的直的斜的 通通都算進去之後 一樣算分數 可是如果把他放到第六排 他可能會放到第六排 他可能會放到第六排 對對對 他可能會放到第六排 但是你要想到一點 我們現在這樣算的時候是算 不是 譬如說他牌面通常標準的是19乘19 我不是只算一塊 我是一開始算1到5 接下來算2到6 接下來算3到7 這樣一直移 這個叫卷積 OK 讓他這樣每一個都移 移完之後 他就會算出一個 整個盤面的分數 最後在整個盤面分數上面 得分最高的 就是你應該下的點 那這樣講 各位覺得有點抽象 對不對 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我後來想一想 這種方法比我原本用的方法更好 因為我原本用的方法 我覺得資料結構還複雜一點 這種方法 雖然這個陣列比較大 可是他的資料結構非常簡單 所以我後來覺得 這種方法真的好用 我可能 覺得應該重新改一下 讓採用類似Google的這種 卷積的做法來做 那各位一定 感覺不出來 這樣到底怎麼做出五指期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現在有在上另外一門課 叫人工資 不見了 那個連線過期 好 那這裡 電腦下期 這裡 我們有一個五指期程式直座 那這裡有一個程式直座 但是我其實昨天又改了一版 所以 昨天改了那一版 我到哪去 好 算了 那一版 突然不知道 喔喔喔 等一下 好 不管了 那就用舊版 這裡有一個五指期的程式直座 這裡有一個五指期的程式直座 好 程式在這裡 欸 搞不好新版還在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你看 再也 可是 我的連結 沒有存好 好 新版還在 那我就用新版好了 這個加入了電腦跟電腦對戰 各位應該知道我 我想幹嘛 好 我把它存起來喔 一樣 存在剛剛那裡 Js 那就叫做 有沒有古典Js 欸 各位知道 那個 這是那個 阿法夠 為什麼叫 阿法 夠嗎 夠 就是為期 雖然 夠好像是去 但是它是 是同意 就是 同一個字代表不同的意義 那 夠 又代表去 又代表為期 OK 為期的英文就是夠 但是呢 五指期的英文是 這顯然 應該是從日文翻過去的 OK 那 所以 夠搞不好也是從日本翻過去 我猜猜 就知道 那這樣我們就有一個這樣的城市 這樣的城市 來 那我就 這裡我把它弄大一點 Node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下 參數 參數說 到底是 人對人 還是 人對電腦 還是 電腦對電腦 我現在先 下一個 人對電腦 因為我們現在 想給各位看了 欸 這座棋盤怎麼那麼小 這 棋盤太小 因為我昨天在測試 我不想用大棋盤 所以我弄了一個小棋盤 那我就把它 給回來 我只測 七七的棋盤 為什麼我要對下 對下棋盤太多的時候 欸 他最後沒有辦法 做 比很多盤 因為他要比很多盤之後 他才知道說 我現在的棋力到底有沒有提高 那我們就可以把 參數調到那個棋力更高的地方 那這樣他就會自動學習 自己打自己之後 越來越強 我要做的是這個 但是呢 欸 現在 因為我們是人跟他打 所以 我想還是改回原本的16乘16好了 這樣比較有感覺 如果是 7乘7的話 感覺太小 好 這下就 OK 我們的 虎子棋開始了 好 第一手 好 假設我下8 欸 有沒有看到他馬上下了 他下在哪裡 他下在89 現在是 第一個數字代表這一行 這一個 列 第二個數字代表行 好 他下了89 請問現在 你要下哪裡 好 78 78 好 那他又下了 他下了98 對不對 你下哪裡 7A 你下7A 下7A 是不是怪怪的 好 OK 好 那接下來要下哪裡 糟糕 欸 69 69 下錯的話 就輸了 現在我們 可能要擋一下了 對不對 不擋也還好啦 但是 OK 接下來可以下7 多少 7B 7B 不是7B 8B 8B 試試看 好 他現在這個我們一定要擋 我們不擋就死了 對不對 所以是B19 這個對我來講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 這種棋盤 不好看 應該用滑鼠點 但是命令列界面沒有辦法做滑鼠點的 所以我們只能夠 只能夠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把它寫成web版的話 你就可以做滑鼠點 好 現在我們擋住他了 接下來他 他也擋我們 欸你看 他知道我們快要 快要連成四指了 所以他趕快擋 有沒有 好接下來我得 得下 譬如說87 好 87 好那他又擋我了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他會擋這裡啊 你有想過 因為他算啊 就是你 你如果三指的話呢 是幾分 四指的話分數更高 五指的話分數幾乎無限大 那 這時候他算出來分數說 我應該是 攻擊哪一個得到的分數最多 第二個他算的是 我應該是防守哪一個 讓你 讓你減少的分數最多 那就在這個 攻擊哪一個得到分數最多 和防守哪一個 讓你減少分數最多 兩個取最大的那個 來決定下下去 這個程式基本上是這樣 那現在他又擋我了 所以我 我得要小心 啊糟了 這裡 一定要打97 不然的話我就死定了 對不對 9A嗎 9A擋兩個 9A擋兩個 好 好 說真的 搞不好要輸了 好 接下來一定要打 一定要擋 9 6 欸 4 6還5 5啦 這很難看喔 有時候會眼睛怪怪的 好 那就這樣 就這樣 那現在我就 我就 隨便 打一下 放他輸好了 還是說我們跟他打到完 打到完 好 打到完 看 最少要贏他一盤吧 好 試試看喔 那接下來我們圈圈圈圈還可以下哪咧 8A 8A嗎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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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好 8A 好他又擋我了 ok 接下來我可以下哪 那小心他那邊有沒有變成一排 5A 5A 5A要贏了嗎 對 5A他一定要打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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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下去然後就可以打6A 喔 5A欸 好 然後打 再打那個4 喔 對 4B 是不是 對 好 我們贏了 終於贏了 好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點起力 有一點起力 沒有很強 但是有一點起力 他純粹就只是算盤面分數而已 算盤面分數 5子齊就可以打成這樣啊 而且這個盤面分數還不是很好的啊 是我隨便射的 那如果你把它射得很好 那起力就會變強 再來 你可以搜尋 做對局搜尋的話 那5子齊的起力就會超強啊 人就打不過他了 可是這次Google 還有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如果圍棋用對局搜尋 很麻煩 因為圍棋用對局搜尋 到底圍棋什麼叫做贏 那個距離還很遠 不像五子齊說 我很明顯的這樣一條 我就是得到分數 這樣一條就得到分數 圍棋是 圍了一大圈 然後才得到分數 問題是 那你的判斷到底要怎麼樣判斷 說什麼時候得幾分 就很麻煩 那而且圍棋變化又很多 他又可以下下一隻肉 把你的紙吃掉 那所以他這種變化很多的情況之下 對電腦來講 分支數會太多 分支數太多 對電腦來講 他會算很久 因為 19乘19就有361個 361如果算兩成 那就是9萬 10萬 那算4成的話 就10萬的平方 10萬的平方就是 100億 然後 6成的話呢 就是 就是多少 1千兆 6成就1千兆 所以 所以 他基本上算不了幾成 用這種 這種 很暴力的算法 算不了幾成 所以 這是圍棋為什麼難的地方 那這次 阿法夠厲害的地方是 最近圍棋都改用 一種叫做 蒙蒂卡羅樹狀搜尋法 那蒙蒂卡羅樹狀搜尋法 基本上他會挑 他不是整個都去搜 他會挑說 OK我從比較有 目前探索的地方去 去再繼續搜尋 OK 那他怎麼決定要從哪邊搜尋 這就是 他裡面的一個 重要技術 他所採用的是 信賴區間上界 的做法 什麼叫信賴區間上界 如果你學機率統計 你就知道什麼是信賴區間 他取上界 然後去做 但是這還不夠 因為 這個很多人都會用 那現在很多國際 電腦為奇賽 大家也都是這樣做 也都使用蒙蒂卡羅 加信賴區間上界去做 可是 AlphaGo另外又採用的一個技術 就是剛剛我們 要給各位看的那個捲基 可是他捲基不是只是捲下來 基起來而已 他是用了一個捲基神經網路 而且是深捲基神經網路 是很多層很多層 然後去做這個盤面的歸類 學習預測 OK 所以最後他變得很強 那這個 待會 各位可以試試看 挑戰一題 怎麼樣寫出盤面分數評估函數 你要寫盤面分數評估函數比較麻煩 你先寫一件事情 怎麼樣判斷一個盤面已經贏了 判斷一個盤面已經贏了 剛剛我們不是這裡 咦 剛剛那個檔案不見 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說這樣嗎 如果他 在任何一個這種棋盤上面得到了5分 他就贏了 轉出來的這個分數是5分 也就是說最後我們可能要算出3的5四方的那個東西 那個分數是5分的話他就贏 對吧 因為我們這些棋盤都設計好了 最高也只能5分 那如果他5分就代表他已經連成一線了 那他5止棋就贏了 那你可以譬如說對手的棋子不要用0 對手的棋子你也可以用-1 這樣他還可以打斷你 本來你已經得了 譬如說連四值了 但是最後被打斷了 所以只算連三值的分數之類的 OK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算最後的盤面分數 還有算最後是不是贏 OK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我覺得很有趣的題目 各位可以試試看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